Hello 欢迎学习爬虫课程 那么经过前面两个爬虫的案例讲解 那么这几个的话 我们就跟大家布置好一个这样的作业 让大家去练习一下 那么我们这里不要跟大家布置的作业 就是腾讯的一个人的招聘网站的信息的爬取 那么这个网站招聘信息的爬取的话 非常类似于电影天一堂的网站 因为电影天一堂网站的话 首先也是在每一个页面当中去获取 每个什么的职位 它的详细的URL 就是详情页面的URL 并且下面的话也有一个智能放页 而且这个放页的话 也跟电影天堂一样 可以找得到规律 可以找到规律 那么你爬取到每个页面 它所对应的职位的详细页 接下来的话 在进入到详情页当中去查找 去采集职位的一个人的信息 好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 就要布置这个作业的话 我们首先还是先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作业当中 有一些这样的注意的地方 第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跟大家讲一下 它这个放页的一个这样的规则 放页的一个规则 首先的话我们来到第0页 来到第0页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代表的是什么呢 start值就是等于0 start值就是等于0 那么如果你是进入到第二页的话 它这个start值代表的是10 那么这个start值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代表的是 代表的是这个什么呢 它提起数据的时候 它提起这个职位信息的时候 是从第几个地方开始 那么这个职位信息的话 它一页是只长是10条这个数据 那么的话你来到第二页的话 它这个开始位置就变成的10了 对不对 如果你是在第一页 那么这个开始位置就是0 就是0 那么的话第一页的话 第二页的话就是10了 同理第三页的话 这个开始位置就是20 对吧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规则 包括其他这些东西都是保持不变 只有这个start这个是后面这个东西 进行变化了 好吧 进行变化了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他们的一个真的规律 一个真的规律 那么我这里的话 我是以那个什么呢 我是以 我是在这个地方搜索的这个python 这个关键字 然后的话 爬取了一个人的职位信息 这个的话无所谓 这个大家看自己的心情就好了 比如说你可以去搜索一下 那个iOS JScrip 什么东西 或者是直接就来到那个首页去爬取 他那个职位信息也都是可以的 好吧 好 那么我们这个的话就是一个真的小作业 还有一个真的小作业 那么完成以后 大家写完这个爬中以后 一定要将 比如说现在现在我是搜索的这个python下面的所有的职位 那么总共的话是有43页 那么现在的需求就是要将43页当中所有的那个职位信息 它的里面的每个职位 它的那个什么呢 详情信息全部要把它给爬取下来 详情信息哪些呢 有工作地点 对吧 有那个类别 有招聘多数人 然后工作职责 有那个什么呢 工作要求 要把所有的这些信息全部把它给爬取下来 这个是一个要求 这个要求啊 好 那么我们我这个地方的话是已经把这个代码已经写好了 已经写好了啊 那么我这里话就跟大家简简单的来做个演示啊 那么这个代码的话 待以后的话我也会发给大家啊 就是大家啊 先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写这个代码 去写这个爬取 那么如果写不出来以后 你再来参考一下我的这个代码 当然我这个代码的话肯定也不一定是最优的啊 有可能你写的这个代码比我写的这个更好啊 那也是有可能的 好吧 所以的话大家要发挥自己的那个创作力啊 发挥自己的创作力啊 去写一写这个代码了吧 因为写代码的话 它不仅仅只是一门技术 还是一门艺术 对吧 就是写到好的话 那些代码看起来真的是心旷神医啊 所以的话大家就努力去往这方面去做啊 好 那么我们这边来运行一下 稍微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好 那么的话 这样的话就是一直把那个 呃 Python相关的职位信息全部都把它给爬取下来 对不对 全部都把它给爬取下来的啊 好 那么我们这里话就不去演示的啊 不去演示的啊 好 那么大家的话就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作业啊 那的话 啊 好好的去练习一下 好好去练习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期课程就讲到这一半啊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看